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想准备一桌特产好菜 带你来评我家乡的味道 但我不会从买菜开始 而是从做餐具选器门开始 也许只有我们江西人会这样对你说 美食不如美气 好吃的如果没有好看的器皿来成 趣味和美味就少了几分 所以我从故乡的美气入手 探寻江西味道吧 景德镇这个小地方的名字 一度比江西还要出名 外国人因瓷器而认识中国 天下陶瓷 瓷乃故乡 景德镇的另一个名字 就是瓷都 从没有这样一座城 可以因为一项手艺 而活色生香上千年 陶瓷真的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传奇 从泥土变换成明如镜 薄如纸 白如玉 生如庆的珍宝 我想亲眼看看宝贝是怎么变出来的 亲手学学这传承千年的手艺 做一只自己的碗 师傅你这次在干什么 对啊我正在做碗 就拉批 就拉批 那师傅你做一个碗 不是吧 不到一分钟 我前面看你做好快啊 那师傅你可以教我做一个碗 可以 从这里开始 记住两个要理 要轻要稳 要轻要稳 手在捧着 大拇指放你 好 开始不要紧 准备它别动 转后 稳定了以后 就用大拇指指捏 捏着慢慢地往边上移 捏着两个手 对称 用指部 准备大拇指不要立即 好 哎呀 一个漂亮的碗 它就很重了 捏着这里 哎呀 捏着碗底 哇 哇 这个真的厉害啊 中国瓷器 被誉为活于土的艺术 烧瓷 是人与自然的磨合 练泥 拉胚 硬胚 立胚 晒胚 刻花 诗诱 烧摇 彩绘 瓷器 制作的每一道工序 都是工夫 经由时间 与降薪的烧制 与历练 哎老师您在这画什么东西啊 我听他画青花 青花 就青花词的青花 好我试一下 这个要这样吗 就会这样 对那边对 哎呦呦 这个有点不行哦 哈哈哈 玩嘛 玩找找 来站着 嗯 从这带的 可以带长一点 果然是没什么天分啊 画的也挺好看的 全部画这发也挺好看的 来 蘸点料 蘸点料再往边上披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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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留个地方把名字写下来 好好好 这次三百年前的清朝柴窑 景德镇特有的窑 窑火熊熊燃烧了上百年 柴烧是一种古老的记忆 采用松木 在燃烧过程中 挥发出来的松脂 对陶瓷有滋润作用 柴窑的火候与温度 完全依靠人来控制 烧到高温时 周围一定要保持宿静 因为要靠耳朵 来听风流动的声音 和柴火的声音 师傅们说柴窑的美不在烧成 而在惊喜 关上窑门 就坐下来喝杯窑公茶 静静地等待那个美意的偶然 师傅好 师傅好 你好 在这里有我们古窑特色茶 特色的 古窑的文化茶 它清香甘甜 喝在嘴里 暖在心里 我们这个词 是会教的 通常说 叫唱歌的玩意 你手抓玩的 我这个也是吗 手在上面 这也会 它就会发出 乐耳的声音 这很有面子 这个拿出去 瓷器的美 就是一种宁静和专注的力量 从古窑来到桃西川 五十年代的宇宙瓷场 被改造成了现代艺术园区 我想来看一看景德镇学做陶瓷的人 将从八方来 契承天下走 历史上就有许多锦飘 聚在瓷都 如今 更多的年轻人和外国人 被中国的陶瓷文化深深吸引 来到这里潜心 在艺术和匠心中 我们江西的特产是很花空腹的 欣赏挑选了瓷器 请你一起尝尝瓷吧 我小时候好像是吃过 我听说好像是 过年过节 或者家里有喜事的时候 一般会打这个瓷巴 然后给大家吃 软糯 然后很甜 真的挺好吃 不过在江西人的味觉记忆里 蜡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几乎对于所有江西的孩子来说 蜡椒不仅是味觉的启蒙导师 更是思乡的药引子 关于我们江西人 施蜡的传说有很多 江西人做菜 不可能不放蜡 江西的鲜蜡椒种植面积 有七万 全国第一 第一次吃蜡 很小 我那时候印象还是蛮深刻 我不知道吃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但我知道我被蜡哭的最惨的一次 在饭桌上 我说我不吃饭了 这小时候吃辣椒 我说不吃太辣了 我不吃吃不了 然后那天全都是辣的菜 然后我爸说不吃你以后的饭都没得吃了 就是我就哭了好像 我就想 就是它是口味比较重的那种蜡 我觉得 哎呀就是反正就是蜡 就是蜡的流口水 就是蜡的那种嗯 师傅你在这里做什么 鱼干条炒肉 这是跟辣椒炒肉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的团是鱼干一样 鱼干一样 这个就是鱼干一样 对对对对 这是好的 那这鞋炒了以后 嗯 那怎么漂亮 这刚刚你做的老干妈 老干妈 鱼干椒 这就是鱼干椒是吗 鱼干椒 哦好香 真的好香 哎师傅你都给我试一下吧 试一下 我最爱吃的菜 就是我妈妈做的辣椒炒肉 什么美味也代替不了 许多年轻人和我一样 也许觉得 相愁这个词属于长者 其实离家在外 舌尖和胃最先想家 师傅你这是做了一个剁椒鱼桶 对对对对 这是三杯鸡 是哪三杯 一杯黄酒 黄酒 一杯猪油 猪油 一杯酱油 酱油 酱油 对 我先不要吃完 大年初一再接着吃那条鱼 我们家是这样的 亲手做了一件瓷器 雪炒了一个菜 选了陶瓷碗盘碑碟 在江西最著名的瓷都 筹办了一桌江西菜 这些对于年少的我来说 都是初体验 其实我觉得人呢 就是一个 你说他孤独啊也孤独 因为亲人朋友 总有一天都会离你而去 就是你要花出自己 多的时间去陪 自己身边的亲人 朋友家人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感觉就是温暖 如果说我们有天赋和灵气 那就是一方水土富裕的 故乡有许多古老的珍贵 正等待青春去传承 我是故乡文化大使 彭于畅 来微博扑然视频 看未理故乡 搜索话题 未理故乡参与互动 跟我和本期巡卫大使 一起点赞 家乡味道 从在不经意间 闻到一丝带着想念 淡淡的气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